中华台北正式更名为台湾省 地图已更新 包括苹果地图 不只是更名 原地图上的中海线也已经全部取消 最近这两年原本想要休息一下 可是今天打开微博一看 中国又在吃台湾的豆腐 又在酸台湾 甚至把台湾三个字 不是台湾省三个字 大大的置顶了在中国的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全中国都在看 甚至有些不知情的小逢 一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以为发生了历史大事件了 以为已经统一了台湾 当然后来我们看了一下 原来是苹果公司啊 为了配合中国的运营 将中国的地图 就是苹果地图 交给了中国的高德公司代为运营 所以也就是说 高德公司在苹果地图上面 把台湾标注为了台湾省 因此啊 就引得全体的中国的一些网友 在那边狂欢 其实在十年前已经出现过了 这背后呢 其实是一套商业逻辑 因为国外的公司要去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是啊 国外很多的公司 它也不会做的那么难看 也不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都把台湾叫做是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 其实呢 也就是为了配合中国的主管机关 其实中国的政府要求也不高 没有说逼迫这些公司 你一定要在台湾也要标注为台湾省 没有让苹果公司说 哎 你们在台湾的地图 在台湾的伺服器上面 也要告诉台湾人 台湾是省标注为省 或者在日本 在韩国 在美国 都要在台湾的这个名字后面加上省 没有中国政府啊 跟苹果公司谈最后妥协的事啊 你们只要进到我们中国 来我们中国赚钱 没关系 你只要在那个台湾后面加一个省 至少让我们大陆的同胞都知道啊 台湾是省 所以这就是个典型的自嗨行为 也就像我刚刚讲了 十几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但是就算台湾在全世界都标注为省 能改变什么 对吧 十年前某一个地图 已经把台湾标注为省了 但是今天的台湾呢 是中国的一个省嘛 显然也不是 对吧 所以说玩这些虚的 我就是讲句实在的 哪怕今天台湾人自己 把台湾的名字加一个省 也改变不了现状 因为你整天喊着武统 统一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只能在地图上面 随便改一下 台湾就是你的了 那你可以把以前 俄罗斯侵略中国的领土 全部标注中国 中国的俄罗斯 中国的什么什么 全世界 你甚至可以把地球 标注为中国地球 对吧 中国银河系 中国太阳系 对吧 这种纸上谈兵 这种玩一些虚的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啊 中国网友还是非常开心 打开微博热搜榜 台湾省三个字 27号 悄悄以334万点月 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是什么事情 让小粉红嗨翻 连进去一看 原来是iPhone地图更新了 将台湾的定位 改为台湾省 这回阿公啊出招 想用手机地图 来占台湾便宜 相比台湾民众的傻眼 外加三条线 小粉红却是兴奋流言 有人表示 这是本来该有的样子嘛 有人兴奋 喊高德和百度地图 也更新成台湾省了 但也有自家人打脸 表示往外呢 苹果这小子 不会对咱们一套 对外一套吧 也有人提醒 自己以前也喜欢 把他的女神 标注成女朋友 认为这根本是在 自欺欺人 根据Apple Maps资料显示 地图的资料 主要是由 荷兰导航系统制造商 TomTom公司提供 因为在中国 受到当地政策限制 资料供应商则改为 中国自己的高德软体 和香港的Mapkin提供 但是在其他国家 地图版本仍是台湾 也呈现了一个台湾 各自角色的情形 那在中国官方 将台湾省置顶到 中国的微博热搜 第一名的时候 我们看到下面的留言 非常的可笑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看看我们的大陆同胞啊 这些祖国人民 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逻辑 比如就有网友留言说 开心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 现在想想台湾人 应该很着急 哈哈哈哈 想到台湾人 现在满脸尴尬的样子 应该会很尴尬 你看看到底是谁尴尬 我相信如果今天 我陈老师没有去播报 中国的这个新闻的话 我想必以目前的 很多台湾观众 台独分子 根本就不知道 这件所谓的尴尬的事 但是啊 中国的网友就认为 台湾人现在偷偷的 在家里面很尴尬 你看透过他的文字 表达他就说 台湾人现在满脸尴尬的样子 应该很尴尬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 在家里面幻想出来的 对吧 没有我的报道 很多台湾人 也不知道这件事 对吧 其实还蛮丢脸的 蛮打脸的 还有网友连说 这下可咋整 太不给台湾人面子了 直接哑口无言了 连一个手机地图 都知道的事实 台湾人就是等这一天 被手机地图打脸吗 还有网友连说 现在不仅仅是百度地图 高德地图 标注台湾省 连苹果地图都知道 台湾是省了 苹果公司迷途知返 等我手上的华为手机坏了 就买苹果支持一下 对比了一下 还是苹果手机比较耐用 看到大家都在庆祝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台湾人好歹也是同胞 要庆祝 怎么不叫上我 我们应该要和全中国人和中国台湾人一起庆祝 还有网友连说 之前因为民族情节的关系 一直纠结 不买苹果 这下苹果做了一件爱国的事 可以去苹果官网 看看价格了 找个时机 准备入手iPhone 15 Pro Max 还是苹果香啊 这波我支持苹果 还有网友留言说 说实话 苹果地图使用最流畅 干净整洁 苹果系统的优化做得非常好 如今把台湾画回来给大陆 不得不承认 苹果手机还是最好用的 计划9月份攒够钱 买iPhone 16 走起 你们这么开心吗 给点面子给台湾吧 今天这个热搜第一 台湾人看到 肯定想把手机砸了 哎 别这样 大家都是中国人 干嘛让台湾人那么尴尬呢 还有网友连说 2024年才刚刚开始 台湾人就准备要破防了 到底是谁破防了 整天在那边幻想一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 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 自卑的心理 到底是谁自卑 到底是谁动不动就要破防 我相信萤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这里应该都是最清楚的 看到热搜第一是台湾生 还以为吃个晚饭的时间 完成了统一呢 原来是Apple上的苹果地图 把中国台北改成了台湾生 不只是更名 原地图上的中海线 也已经全部取消 现在只有外海线 为此冲上了热搜 还是宝一 但是 但是来了 真的是这样吗 苹果地图上的标注名 真改成了台湾生吗 有一位网友挡破了大家的幻想 他把IP改成意大利 日本 英国时 显示如下 还是没有变 老样子 台湾台北市 所以别高兴的太早 不要自我高潮 真要承认我们 其实有很多办法 也有网友表示 显不显示台湾生 取决于是不是高德 苹果上的谷歌地图 可就不带绳子了 为此我去了解了一下 应该是苹果国内用户 默认的地图数据 是来自于高德 所以才会让大家 以为是苹果的操作 其实是高德地图上 改成了台湾生而已 以目前的观众们 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将台湾生 置顶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这些中国网友的留言 你看的是什么样的个心态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来留言 互动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不按赞 订阅开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 会员来支持频道的发展 谢谢拜拜